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le公民新聞報 澎湖西語商保有百年的倫普習俗 十一個村莊會在中原街接力普渡 我們跟著返鄉青年的腳步 來看西語倫普的演變 澎湖人桃海為生 敬天地也敬鬼神 廟宇密度居全台之冠 而到了農曆七月 西語香更是長達一半的時間接力普渡 主持普渡的道士和廟會表演戲班 人力有限 西語香十一個村莊要錯開普渡 才能順利進行 這個道士不足 如果你同一個時間全部提普渡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 那再來就是物資不足 你沒有辦法確保你補到的漁獲量 夠不夠全部的人在同一天普渡 演變到後來就是變成是說 大家會輪流戰泡 或者是這個不同的人 可以到不同的村莊去看戲 或者是甚至後來有一些說法是說 可以讓好兄弟多吃幾天 好兄弟從農曆七月十三到二十四號 在各村莊吃到飽 廟宇的祭祀規模各有不同 那到我們內安的特色呢 我們內安總共會準備一百零八道菜 但異曲同工的是 道士會在各廟宇普渡的前一天 放置水燈 路燈 他有火源然後指引這些好兄弟 進入到村莊 另外一個儀式就是放路燈 路燈的話就是有點喪失 這個發一個通行證 紫湖的神明在現場作證 正式普渡的當天會被請到供桌前 供村民祭拜 立齊的父母親出生於1960年代的內安村 年少時就和多數澎湖人一樣 到台灣本島打拼落地生根 到半夜的時候都會出來拿東西吃 偷吃 對 旅外澎湖人腦海的記憶逐漸吞色 繁瑣的儀式也因為時代變遷趨於簡化 人口外移 傳統的板豆佳肴 現在也有冷凍食品取代 過去是蠻重視這樣一個普渡的概念 但是現在完全已經都有一點點 不能說走樣啦 就是簡化也好 或者說隨著整個時代的進步 也做了一些改變 要起碼一年一度 藉著這樣的時間 大家互相一個感情的連結 我覺得是蠻好的 夜半後廟宇會在寡規 決定普渡結束的時間 焚燒大事也 意味鬼王帶著好兄弟返回 另一個世界 而這也是洪曆期連續第五年 蹲點田野調查 所有的這種無形無畫的一個 共同的困境 就是當這些老人家 然後當這些年紀比較大的 長輩跟祈禱不在之後 那這個文化要怎麼樣做 承接跟做傳承 對 所以我在做的事情也是 盡量的把這個東西 我所知道的給寫出來 然後給記錄下來 女父母親那一輩走了相反的路 立即將澎湖的生活樣態 深刻記載 她曾在書裡提及 離家是當代澎湖子弟的宿命 但我想這條返鄉的路 因為有它的足跡而不再貧瘠 有種風格的性格 但是你們會坐在一起 我的一些 是